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十分的严峻 已经有超过9000万人染疫 台湾在今天也新增了7例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 不少个案都是经过好几次的裁检才确诊 像是日前跟染疫家人一起从美国返台的案850 它的CT值是17代表病毒量很高 不过它加上在国外的裁检 一共验了4次才确诊 有专家认为针对确诊者的接触者 最好要验两次会比较保险 另外还有一名从南非返国的个案 也是入境快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已经染疫 另外针对桃园医院发生院内感染 扩大裁检的结果最快在今天晚上会出炉 预计将在明天的记者会上公布 五国在16号的时候 一口气新增了7名的境外移入个案 其中比较特别的的是 持有登基前三天阴性证明的案850 它是验了4次才验出阳性确诊 这个月3号案850和案817 两人一起从美国飞回台湾 因为身体都不太舒服 先在机场进行裁检 案817在这回的检验中确诊 而案850当时则是呈现阴性 被列为居家隔离 两天后再验一样是阴性 最后却在隔离期间出现咳嗽 味觉异常 这才被验出阳性 CD值17代表病毒量很高 而且前后验了4次才确诊 另一名长期在南非工作的本国籍男子 去年底版国原本检疫期间都好端端的 没有任何症状 直到自主健康管理时 因为腹泻时不时跑厕所 让他决定到医院自肺裁检 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染疫 从入境到确诊长达将近一个月 他的血清抗拟检查 IgG阳性 而Igm则是阳性或阴性 推测已经染疫一段时间 至少发病四五个星期 腹泻症状 这应该是一个其他的事件 同好市入境持有阴性报告 案848印尼级迂攻 检疫期满后 仲介安排做第二次自肺裁检 这才验出确诊 虽然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升官 我过一天内就来自四大洲 五个国家的一路个案 指挥中心持续谨守边境 不敢掉以轻心 就一定烦 特报道 轿车逆向上桥 开在机车道 冲撞了八辆机车 新北雪汐止区一辆小客车 中午逆向开上了 北山大桥机车道 一口气就冲撞了八台机车 波及到十一个人 其中两个人受伤 紧急送医救治 由于肇事车辆卡在机车道 也影响了细致往台北的车辆通行 警方立刻到场处理 初不了解 肇事驾驶是因为不熟路况 才会逆向亮火 机车横躺马路 卡在小客车底几乎被压烂 还有零件也散落一地 桥上其他机车一辆一辆 等着转进客车车道 不少骑士进退两难 一旁的小客车和卡车 只能减速慢行 交通大打街 却是因为有车辆在桥上 逆向行驶 造成机车连环状 它是逆向从那边过来 前面有三台机车 已经给它挡住了 它有停起来 它看一下 马上就冲过来 它就撞到我后面那台车 对 然后我后面那台车就撞到我 原来车祸发生在16号中午12点多 一辆小客车从南港往汐止方向 逆向开上北山大桥 冲进机车道还开了将近一公里 连撞8辆机车颇及11人 其中有两人送医 一名60多岁富人 身上多处擦伤 意识不清 另一名40多岁男子 则是轻微擦伤 两人都被送医救治 他们据他们称是说路况不熟 所以才从大同龙泉 左转上北山桥的机车移道 逆向上去 初步了解肇事驾驶 是因为不熟悉路况才会酿货 但逆向上桥 冲进机车道快一公里才停下来 造成骑士连环状 后续责任归属还是要由警方协助理清 记得最后报道 持续追踪这起车祸意外 原来赵氏的驾驶 她的身份是一名通气犯 在台北市南港违规 遭到警方拦查 谎报身份之后 逆向开上了北山大桥机车道 撞倒了八台机车 而赵氏之后就弃车逃逸 车上的女性友人 则向警方公称 她跟对方是第一天认识 身材壮硕的黑衣男子 她就是冲撞拔辆车在机车道上 一路逆向的驾驶 这时候不是关心受害车主 而是拔腿就跑 还把女性友人和车辆留在原地 我过来的时候只剩下她朋友 她朋友就说她跑掉了 然后我就不知道这样 我就好我就回去 走撞骑士们看了后傻眼 为何这么慌张 因为他是一名防害自由通气犯 走在车祸发生前 男子就在南港一带 被警方拦了下来 男子因为违规遭到警方拦查 因为害怕自己通气犯的身份曝光 报了假身份之后开车逃逸 16号中午12点多 蔡新范贤在女性友人 行进南港研究院路口 却因为违规转弯遭拦 就在身份快要被试破时 直踩油门加速逃跑 但这一逃进逃到桥上的机车道 就算大逆向也没在管 疑似只因为心虚害怕 这名车主跟造势的驾驶是网友关系 然后也是才刚开始认识不久而已 所以对他的详细的年级资料也不是很熟悉 据他们城市说路况不熟 嫌犯害女子疑似才认识第一天 现在这名女子被警方带回分局制作笔录 也全力追起再逃的蔡信犯协 害得无辜民众受伤 又造成交通大乱 得好好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 记者徐一杰 张士奎 新北市采访报道 彰化大村香去年人口成长上千人 因为福利实在是太好了 彰化大村香待会去年9月通过了 振兴礼金发放自制条例 16号 17号发放春节关怀礼金 一个人2000元 共计有3万多人受贿 预计将发出7600多万元的现金 民众一早就前往香公所排队 领到红包也直说超幸福 而大村香除了有生育补助6000元 还有重阳礼金跟弱势奖助学金 最高也有6000元 消息传出之后 让其他乡镇的民众都好羡慕 笑说真想签户籍 颁到大村 排排排大村香公所 一早出现排队人潮 人能从室内排到室外 民众拿着身份证 要来领取春节礼金 一人现金2000块 你拿几包 高包 只有一部幸福而已 有在进宝 进宝很多 我去人家都很紧张 村节礼金三万多人受贿 预计发出7600多万 农历年前领到红包 民众直呼超幸福 令人羡慕的是 大村香民不止振兴礼金可以领 生育补助6000块 香葬慰问金5000元 从来礼金和弱势奖助学金 最高也有6000元 香民意外先业加码至100万元 社福升级超有感 其他乡镇民众都笑说 要签戶及搬到大村 根据护镇机关统计 彰化县人数逐年减少 但大村香去年和前年人数相比 就增加了1000多人 大村香盛产葡萄是农业乡镇 人口却逆势成长 虽然无法证实和福利政策有关 但大村未在彰化产园林中间 交通机能好 又有振兴轮胎划风橡胶 美利达自行车三大产业加持 而振兴轮胎劳动2019年辞世 捐出高达16亿遗产税回馈地方 公所奈建设箱里发放礼金 成为大村人的小确幸 接待人贸长话猜不到